這件事引起社會矛盾、紛爭和焦慮 我在這裏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 其實我是接受的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做得很好 問題都是你要拿出來說 好還是不好都是要大家商量的 但是就不要那麼激 都不太接受 昨天記者會主要是沒有直接回應市委員的訴求 其實回復平靜相對政府是比較容易施政、比較容易管治 社會上總需要不同的聲音 反對也好支持也好 要平穩你要支持他 不是你支持誰 在成年人來說應該是這樣 每個人對每件事沒有百分之一百 香港有七百幾萬人 有哪個政見可以七百萬人都接受 我支持你 你現在誰可以代替他 我相信沒有一個強勢的政府是得不到平衡 大家搞好經濟、搞好民生 青年人多些就業 那就比較好 為什麼總括 今天雷值有沒有平衡 感谢观看